今天來到佐敦的18座狗仔粉 它位於港鐵站B1出口走4分鐘就到了 不要看它外表那麼簡陋 原來它在九龍區已經開7間粉店 其中5間還要24小時不打仰 真是很有實力 它是2013年開業 用它最前面的狗仔粉命名 在其中米其林子南香港澳門2016裏 新增了推薦街頭小食店 18座狗仔粉就是排名在裡面 接下來的連續兩年蟬聯寶座 所以無論是本地還是外來的遊客 無論是民眾還是明星 都會有時間過來品嘗一下 試一下一個再滿記憶的狗仔粉 我來到就馬上點了它最出名的火鴨翅 還有它的狗仔粉 這裡是一個招牌菜 所謂的狗仔粉就是看起來好像米台木 吃起來就像煮得比較爛的烏龍麵 據稱是因為米粉初食條狀 而粉條形狀又好像九尾包 所以就叫它做狗仔粉 狗仔粉的特色就是用湯底以豬骨煲 約6個小時就有了它的高湯 再加上一些馬來西亞小蝦米 再自炸豬油漬去提味 麵黏 湯又結過充滿香綠的鮮蝦味 我認為火鴨翅有點像吃台灣的麵線糊 只不過它用了鴨的高湯味道是非常濃厚帶甜 而且木耳都很爽脆很美味 再來就是這個火鴨翅煲成的火鴨腿 你看它是很大隻很重手的 它上面都鋪滿了很多火鴨翅 我自己都很喜歡吃火鴨翅 它這裡都很細心 菜上面就有兩瓶的菜泡 分別是原味和辣味 如果喜歡吃辣的人可以試一下辣味 但千萬一定要慢慢試 因為真的很辣 它辣得很特別 吃起來好像有些日本五味粉的感覺 所以要小心用 我自己就喜歡用菜泡加火鴨翅 這裡又有新客到 姐姐用椅子搭整個桌子 鋪到我們現在這樣 我覺得其實這裡的環境真的很熱 不過它也有個風扇 你看頭髮吹到飛飛一下 它有一個大的風扇 其實很多人都會選擇去外賣 只有我們會選擇內容 現場其實都是只有風扇 沒有冷氣吃到 大汗搭小汗 都不知道是汗水還是食物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燒賣 我們試一下地道的燒賣 是香港特色來的 不過我覺得燒賣 就沒有燒排菜那麼好吃 因為燒賣它 都是一些外購的 不像是自家製的食 我繼續都是選擇去吃我的火鴨翅 火鴨翅呢 我就覺得很牽引 雖然拿來熬這個池 但是也不會限時實 挺好吃的 大家喜歡吃這些地道的 香港小吃 就一定要試一下它的十八座 狗仔粉 好好吃 拜拜